金額太龐大 窟通太大 然後那時候是全部人全部都還對 義氣挺有還債兩億 模具老手替循環善改頭換面 不會吧 威力快 威力是我好朋友怎麼可能會快倒的 為了替多年老友陳靜雄圓夢 李國欽一肩扛起公司 兩億多元的債務 鬧出家庭革命也在所不惜 這段期間他跟老婆鬧離婚 跟老母親爭執大吵 最後由神明做主才說服家人 好友陳靜雄因為不堪背負公司 龐大的債務撒手人間 面對陳靜雄妻女的求助 54歲的李國欽意氣相挺 而這個人生轉彎 也讓他從循環善的門外汗 一路摸索到成為專家 如今他是台灣威力的董事長 是國內首家生產循環善的公司 堅持台製一條龍 讓台灣威力的循環善技術 逐漸受到龍頭超商 政府單位 百貨賣場等廠商的愛用 李國欽是做模具出身的 接手循環善公司初期 他自己也很困惑 問題一定要找出來 問題一定要解決 那次我拆開來 花了一個多月時間 把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點全部都用 在所有東西的尺寸上 全部來找尋這些問題 李國欽發現良綠出問題了 才會造成公司鎂礦浴下 因此堅持把品質做出來 我把它改變了一些設計 因為這是我們在專業領域上 風量我把它加大 噪音我把它降低了 台灣做的NIT 就是要有NIT的這樣子 要有NIT的架式 未來李國欽的目標 是要打國際盃 目前台灣威力的訂單觸角 已經延伸至美國 印度等市場 在台灣站穩步伐 就會往外大步跨出去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這種循環站 然後台灣的循環站的頂尖 它絕對是在台灣威力 當年幫助好友陳靖雄完成心願 如今心中那塊大石 李國欽終於可以放下了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十萬 月冠軍再賞二十萬 你敢爆料我敢給錢